一年一度的国际自由车环台公路大赛 今年总赛成共计七天七战 3月20日第三战在彰化展开 来自世界各国精英选手 从彰化县著名的地标八卦山大佛起跑一绝高下 县长卓博元 中华民国自由车协会秘书长李开智 立委林苍敏 先议员林苍喜 校育处长张基玉等人与惠领期 这个环台赛我们出发以后会经过我们台湾车友的胜地 就是我们139线道 可以沿着八卦山的临线 看到我们整个彰化平原 台湾西部平原美丽的风光 那又可以经过我们的鹿港古基区 又可以经过我们的西部的海岸 可以看到美丽的台湾海岸的风光 那又可以到我们的田尾的公路花园 我们相关联的这个乡镇都非常的热心 非常的配合 让大家可以体会到我们彰化人的热情跟活力 这次环台赛前我们为了这场比赛准备了一段时间了 整整在这个比赛路线绕了至少有四五次左右了 对啊然后从第一站开始到现在 其实目前的状况还算不错 然后希望往后的几站可以拿到更好的成绩 左县长表示国际自由车环台公路大赛已经成为全世界顶级的赛事 彰化县很荣幸每年获选为比赛重要场地 今年适逢建线290年 借由此次比赛让全世界看到彰化多元风貌 各国选手由八卦山大佛出发 行经八卦山临线139建道 古都陆港 田尾公路花园 沿途美丽风光 让全世界的人看到彰化的人文风情 让彰化走出去世界走进来 欢迎听到张华语 张华采访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